在日本,有一个绝对不能被提起的近期话题 据说,是因为这起事件牵涉了层面之广 因此,每当这起事件在网络被公开讨论时 人们都会惊恐地回避 甚至就连日本电视台NHK都不敢报道 被封为平城时代最恐怖的都市传说 大家好,我是希尔 欢迎收看本节的都市传说 今天这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 教导事件 2001年5月24日 日本的匿名论坛2Channel 出现了一篇文章 标题名为 来谈谈传说中的教导事件 而贴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想谈谈已经成为传说的教导事件 虽然我想很多人都不清楚 但如果是2Channel资深用户 应该都还记得吧 我就是看了教导事件的讨论串 而开始沉迷于2Channel的 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时的震惊感 请问谁还有保存当时讨论串的相关资料吗? 贴文一出 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回复 上文吧,请不要造成恐慌 这是个不能提起的话题 会引来警方关注的 这起事件真的太恐怖了 拜托不要再勾起当事人的回忆 诸多令人不安的留言 似乎是想掩盖什么 但也更加令人好奇 究竟,教导事件到底是什么 又为何不能被提起 随着贴文的热度 教导事件的讨论度也越来越高 想得知背后真相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后来,流传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教导事件 其中一个是无人岛传说 相传,在多年前 曾有5名图圈楼上的网友 相约到热岛地区的教导探险 但登岛后的5人却失去了消息 警方接获家属通报后 立刻前往岛上搜救 花了三天的时间 在岛上进行地毯式搜索 却始终找不到5人的踪迹 甚至就连5人的物品也都没有找到 直到半年后 其中4名失踪者的家属 都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 包裹内 竟是失踪者的骨骸 但另一名失踪者 A军却仍下落不明 而就在收到包裹的隔天 2channel上出现了一则贴文 作者名为A军 但内容却只有简短了三个字 在教导 贴文一出 警方要再度派人前往教导调查 而这一次 他们在教导上发现了A军的遗体 更诡异的是 遗体上残留着许多咬痕 许多地方就像是被吃掉了一样 而经过法医检验后 A军残播不堪的大体上 遍布了咬痕 并非来自野生动物 而是来自成人的牙印 且A军被警方发现时 已经死亡多日 那么那篇贴文 究竟是不是A军本人所发布的 也成为了一团迷云 最终 因为这起事件 尝试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再加上食人事件 太过于黑暗 政府担心会惊动整个社会 便禁止相关消息暴露 也禁止人们公开讨论此话题 但这个版本的故事 一眼重重 因为食人事件 而被政府掩盖的说法 似乎也有点牵强 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 日本就出了一个知名的食人模 左川一阵 由于当时是在国外犯案 由于精神疾病 而没有被起诉 因为吃过人肉 回到日本的左川 立刻成为了知名的人物 不仅经常受邀上电视节目 更出了好几本小说 还曾拍过电影 因此 若是因为牵扯到人吃人 而选择让教导事件掩盖 这个说法 并不被网友们埋葬 更多人相信 这个版本的教导事件 只是名烟雾蛋 真正的教导事件 一定更加的害人 而第二个版本的教导事件 是这样子的 据说 在2Channel尚未成为主流的论坛以前 在一个名为 阿梅斯奥尔的匿名讨论区 有个名为教导的用户 靠着在论坛 翻收限制级影片赚钱 许多影片中的人 都并非出于自愿 就像是恩浩房事件一样 其中有一部影片 内容极为令人不适 是一名有着精神障碍的少女 招人侵犯 且过程极为血腥 而一群网友 因为看不下去 教导泯灭人性的作为 决定对教导执行 施行正义 一名名为EON的网友 闲事在网上假扮成少女 引诱教导 到千夜线的车站前见面 当天 EON号召了20多名网友 将其来赴约的教导 用影片中一样残忍的手法 将其淋虐致死 并拍下16张照片 记录了整个过程 这16张照片也被上传至网络 因为画面十分写信 因此又被称之为写之16画像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真正的教导 其实并没有复约 当天出现的 只是因为好奇 而冒充教导复约的网友 真正的教导 得知此消息后相当愤怒 事情要杀了所有参与死事件的网友 当时参与的网友们 包括EON 担心遭到教导的报复 便向警方自首 不过由于EON的身份 是战略的韩籍人士 当时任何关系紧张 为了不惊动两国的情绪 警方选择将此事件压了下来 而发下豪雨的教导 也一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最终 警方为了息事宁人 将网路上所有相关事件的消息封锁 写之16画像的照片 也都全被删除 这个版本的故事 虽然看似完整 但却也有些许破绽 因为在日本犯罪史上 虽然不多见 但能有韩国人在日犯下重案的纪录 日本警方 因为EON的韩国人身份 就压下此事件 似乎也不太合理 且这起故事 也就是在网上流传 没有任何有利的实质证据 所有相关的人证 物证 照片 不是被封锁 就是用被掩盖来带过 可信度也并不高 那么 焦导事件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 在那篇2chernel的贴文 发布后的几天 就有迹可寻 当时 2chernel有海量 关于焦导事件的讨论串 其中一篇被淹没的贴文名为 焦导事件的真相 2001年 5月29日 也就是第一篇焦导事件贴文 发布后的第5天 发文者表示 其实 压根就没有什么焦导事件 那篇贴文 只是自己创作出来的故事 底下的那些回复 也是自己另外创建的账号 他当时并没有想过 这个恶作剧 会获得如此广大的回响 所谓的焦导事件 其实就如同许多都市传说一般 有网友们口耳相传 只要有人问 就会有人答 在有心人士的煽动下 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被不断的传送之后 渐渐的 就会成真 这也正是谣言的可怕之处 而随着时间过去 焦导事件 也成为了网路的名因 2019年 日本电视台NHK 推出了一档节目 评成网路史 回顾至1995年 忘记网路问事后 日本的网路发展史 在节目推出以前 NHK的官方推特账号 为了宣传该节目 就发布了一条推文 尽管被受大家期待 但即使是平成网路史 也不可能在无线电视频道 播报教导事件 还请各位见谅 这些颇有意味的贴文 又引起了网友热烈的讨论 当教导事件 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成为了连NHK 都不敢报道恐怖事件 2021年 恐怖电影 真教导事件上映 便是改编至这种 红豆日本网路论坛的 都市传说 而在众多版本的教导事件中 其实 最恐怖的 便是谣言的力量 在这个网路资讯爆炸的年代 人们很难去查证 消息的来源是否属实 一旦失去了判断能力 很容易 就会被鱼轮牵着彼此走 本节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YouTube频道 如果想用听的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关注我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